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个人觉得现在游乐圈中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里 央子算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了 因为他所拍的电视剧收视率都很高 每一部都会为他圈更多的粉丝 他每参加一个综艺 开往真实的性格 都会让他人气在此飙升 总之我们很少会听到提供他的声音 有的都是对他的喜爱和赞美 而且让人羡慕的是 央子春节还登上了春晚 央视春晚他和同大卫 合作人小夫妻竟然毫无违和感 大家看完以后反响都很不错 养子一直都很忙 直到待年初三才有时间 是来家庭搭餐 这满桌子的菜一定都很美味 感觉几乎每一个都是实打实的硬菜 有助于增肥的那种 可就是这种家常菜才更加诱人 所以像养子这样的吃货 是绝对不忍心拒绝的 对于很多一胖体质的女明星来说 保持好身材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养子的身材一直都是大家拿来调侃的对象 他自己也毒素自己减肥好几年了 但似乎并没有什么用 虽然养子的手臂和腿都不细 但好在脸蛋是瘦削的 这也是很多人羡慕的地方 娘子随后又在评论里补充道 再这样吃下去 我就要暂时退出娱乐圈了 更有意思的是 没有周消防的官博 也调皮的互动留言 娘子还认真的给予回复 我每天在他家里吃饭哦 我完全没有出去放鞭炮哦 希望小猴子春节吃好喝好 偶尔放肆一下 应该不会反弹太快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